这是白的 这在我眼里就是白 就是那你们 你怎么叫这个颜色 米色 我会叫米色 那米不就是白色的吗 以前薄薄有个段子吗 不就是 但是我记得你夏天的时候 一直穿那种大花的那种 我全扔了 全扔了 全扔了 对 我也是 我都扔了 是吧 我花成衫 因为后来看你老穿 我真的都全出来了 你 你说是不是 你是怕跟我撞衫 你看我以前也捐过 我捐给尼姑安过 把衣服捐给尼姑安 尼姑穿着花身衫 哇那天 阿弥陀佛 你这个就是误化尼姑了 尼姑也有穿衣自由的 对 不是 不是给他们穿 他们是行善嘛 他在把这些衣服 分发给和尚 幸亏 欢迎收听 邪星聊天会 希望深度参与邪聊会 比如你想到现场 一起参与录制 或者是你有商务 想跟我们合作 都欢迎关注 同名微博 邪星聊天会 置顶微博 有我们的全部相关信息 期待你来 欢迎大家收听 今天的邪星聊天会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六兽除了我们的石老板以外 还有我们魁伟已久的 午夜起手 毛东老师 大家好 对 毛东老师来 是带着历史使命来的 因为今天我们聊穿搭 就是觉得 我个人觉得 丹利人基本上 最会穿衣服的 就是毛东老师了 就在今天9月份的 丹利人的比赛上面 毛东老师 以一身亮眼的连体服 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那真的是连体服吗 一个失败的喜剧实验 真的是连体服吗 那个衣服不是连体的 它是分开的 但这个是我 就是那个是纯亚麻的衣服 我知道我以后再也不买 纯亚麻的衣服了 但我那次第一次穿 那个衣服 是我很尊重丹利人 那个舞台 那个衣服从来没穿中文过 我说实话 我的审美 我没有觉得难看 感谢 那当然那天确实 很多观众会嘲笑 就很垮 很重 那个衣服 已经扔了 尼姑已经穿上了 穿连体服 可以 然后是这样 就是我还是补充一下 毛东老师信息 因为毛东老师 真的是很有品位的一个人 因为他在做当中洗剧之前 在这个手工定制领域 是吧 在做西装 然后就是聊穿搭这件事情 我们这几个男演员 除了毛东老师以外 没有什么资格 比如说某一个到现在 都没有说话的主播 是吧 我们开这个测画会 开了三个小时 我共享了五分钟的素材以后 都在影子用了 就陷入了深深的睡眠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这期把我叫过来 不是哥 你睡眠 又不是因为这个主题 哪个主题你没睡 但是这个主题 睡得尤为的香 是吧 但是我发现 我觉得施老板 你的穿衣品位 是一直在有意识的提高进步的 比如说他经历过几个 明显的就在我观察里面的 穿衣的阶段 有时期的 有一段时间 你就开始狂穿花衬衫 我觉得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勇敢的尝试 然后花衬衫结束之后 花衬衫我告诉你渊渊 它都有背后 有复杂的心理成因和社会现象 你说 我2018年年底的时候 有一个大仙给我算命 大仙算得也太细了 2020年的 你得穿花衬衫 对 说是这个 它是算的就什么 什么什么命格之类的 很高科技的 说你能大火 我能大火 而且就是广节桃花 好家伙 对吧 桃源三结义那种感觉 你说到这 我这大仙确实不准 大仙说了 大仙还说一个什么事呢 他说你得注意我的头 你的头可能会有问题 我说 他可能觉得我脑子可能会受伤 或者是有病之类的 说你头有问题 结果我翻过年了 把脚给弄骨折了 对啊 还说了一点 说是你能大火 但是有前提说你要改变形象 改变形象之后 我做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我把胡子给流出来了 大家 你们现在没了 现在没了 然后第二点呢 就说你得 我得买 我买个花生蝉 就是我就是 对理工科直男 就是字面理解这个东西 大仙给的这么细吗 就是你哪个拍手 没有 我连接给你了 给了你个电子 这是我的电 那就是微商 过一会儿给六寿说 你会更不错 你得穿花晨衫 都是花晨衫 而且你花晨衫之后 你最近又穿了 开始穿那种 无印良品 你说这是第一次的改变 什么也升月签 你觉得是月签吗 那以前得有多差呀 完了 我真的觉得是月签 我之前 就是 没法聊 我觉得月签就在于 我以前真的毫不在意 国外他们说 喜剧眼在台上 他们说穿那很简单 那个方式 是有一个张文装逼的 一个说法了 叫Norm Core Norm就是那个 Norm 那个前面那个Norm Core就是 Norm Core就是最简单那种 就是你要玩RPG游戏 刚开始你的人物设定 没有任何穿位 那是白背心和内裤 对 我那个时候觉得 洞生玩过吧 一开始 小孩就那样 Norm Core 我觉得就是 单口演员最适合的 就是不会出错 对 但是我们聊穿搭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从小聊 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是在高二之前 只能做衣服 就是去那种布匹店 就扯布 我一直到高二以后 就是去外地上 就说白了 去城里边上学了 我记得就能买到那种 特别肥的那种 就是工装库 就吐的不行 有的是在这个膝盖这 还有一个拉索 我不知道为啥 我还得把这个拉索 拉开一半 不是现在工装 又是重回流行趋势了 对又重回了 挺好的 我初中的两年 都是工装库 那个初中的两年 什么去什么 真维斯 板尼路 都是工装库 板尼路 板尼路 台子 台子 那个时候我超爱买工装库 这说起来都熟 就那个时候觉得工装库 就是好像很吵 因为那几年 城外西啥的 他们就是还挺穿这个 然后大学那几年 好像工装库 突然就不够酷了 就都是兜这个事情 好像显得不那么酷了 这两年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他娘的 快找找 还能不能 之前买的又能 还能穿 对 但是小时候买鞋是正常的 就我鞋还在正常号以内 哎呀那更惨 整个人就像一个 原规 啥 啥 你脚都带好了 我44的 你呢 这不能说吗 就是 你是怕观众给你买鞋送你 不可能了 我跟你说 我其实才 我42吧 我之所以不好买鞋 因为我脚特别小 我不相信他44的吗 真的 我真44的 我那个时候就 有时候40就不好买 我就有40的鞋 尤其是上学那几年 当时在国外 我得穿六号半的鞋 没有人买有六号半的鞋 对 我 买女鞋 哇真是一个好办法的 你不说我都没想起来 我的天 买女鞋 而且后来 我特别难受的是 就真的我不知道你们 我不是故意要开始 但是后来我就 我每次都在给别人抱怨 我说我脚小包买鞋 别人说脚小就代表着 就代表着 你没有懂了 我的天 今天观众 脚小 知识面挺广 脚小他就是大门不出二门 不卖的一种体现吗 对 就是非常的居家那种 对吧 对 对 三寸金莲 是这个三寸 没错 行了 对 翻死了 有人说是跟鼻子长度也有关系 是吧 咱今天聊穿搭 对 穿搭 穿搭 但是你 你说穿鞋这个事 我有一个远房舅舅 他到50岁了 还在买铜鞋 他是三七的脚 那他确实不行 又不是你了 是吧 对 好像一到别人身上 就刻不止不住想嘲笑 你知道 到自己身上觉得不对 对 你就说到这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因为我说实话 我是小镇青年 我一直到差不多 初二初三的时候 我还印象特别深刻 就几个男生 在下午就是聊天的时候 突然聊起来 就是其中有一个男生 来北京玩了几天 他说北京那边的小孩 大夏天的穿一双旅游鞋 他们不是热吗 穿的还是棉袜子 就是我们理解不了那件事情 就是当时就是夏天 我们夏天一定要穿凉鞋 对 穿凉鞋 还是皮质的那种 有皮 好一点的是皮质的 就是差一点的 就是人道嗝的 就是再差一点 就是塑料的 也没到塑料 我们也没那么老 还有皮质的 我一直以为凉鞋只有塑料了 我从小穿的都是塑料凉鞋 有皮质的 还得配什么的确凉的袜子 什么之类的 你穿凉鞋还穿的确凉的袜子 对 小时候 不不 小时候是这样的 小时候穿凉鞋 穿袜子的 对 我记得我印象 的确凉有点抹脚吧 的确抹脚 是 你们小时候有什么 就是流行趋势 或者什么之类的吗 我上高那时候 流行过一种裤子 就是两边 我不知道叫啥 排扣裤 就是两边 对 就全都是扣子 男生那时候打篮球 觉得很帅 然后那个裤子一撕 然后啪 大裤衩就出来了 就是 不是 我以为一撕 打那什么 不是 你别吓死我 我就 我四零的脚 没有不大 我没有 你已经是短裤了 你一撕 你又出一大 没有 那个裤子是长裤 那是长裤 对 我觉得特别就是 当时我是在匡威买的 买的那个韦德的那个球鞋 韦德那个磨球 那个篮球鞋 配的那个裤子 哇 我觉得很好看 深蓝色 旁边两道是白色跟红色 我当时就天天穿上那个裤子 就 有事没事 就啪 就拉开 不打 不打球 我也拉开 就是 穿的时候不费劲吗 然后一点 就行了 一点 对 就跟女生说着话 就感觉不经意间 就撕开了 我裤子有扣 就那个 那要是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那个很酷 当时是我审美最激情的时候 对 就买过那么一回 后来再也不穿了 当时我真的觉得很帅 后来老是开始有人嘲笑我 说你没事 老他妈脱裤子干什么 我就觉得 我觉得主要在于你老脱他 人家设计的时候 不是这么个意图 不是 就是你穿那种裤子的时候 你配的可能是那种大的 oversize的衣服 然后我当时其实不是那种人 我也没那么酷 但我想变酷 我还特地去买了一个那种头戴 你知道吗 就是 我看了很多帅哥 打篮球的时候 这啪弄个头戴 人家怎么有长头发 人家是避免汗流到眼睛里面 我那时候顶个反头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非那么正 你是把你的三目神童给倒 对 当时就是一个拙劣的模仿 那种街头服饰的阶段 高中阶段 我小时候记得有一种那种鞋 旅游鞋 那一踩它会亮灯 小孩 我刚说我小时候 他20还穿这种鞋 不是 有 但是没电了 一件 没有 我以前觉得这是最高级的东西 最好的东西 就是鞋会亮灯 你们没有穿过吗 我只在电影里边见过 对 中南海保镖里边 中南海保镖里边 最后有一个小孩 那个杀手过来 要弄他们 要杀他们 他们就藏在后边 结果这小孩脚亮了 还有一种鞋 是带轮滑的 后脚跟那一磕就出来 一磕 然后就能自己轮滑 那个滑的时候 巨蠢 你就还得垫着脚尖 就脚尖得翘起来 才能好 你的动作每次都是 特别像那个闪电五连边 你知道吗 闪电五连边 很快 我都防住了 是 那大家我不知道 就是大家可能出生年代不一样 但无所谓 有没有想记得小时候 就特别奇怪的衣服什么之类的 这边有 我们先从这儿 然后往后递 好吧 我就记得我高中有个同学 就是他那时候穿 他打球 然后也喜欢韦德 然后就也穿那种排裤 然后露大绑 王丽是你 啥 就是露大绑的 然后就是他特别高 然后一米八六八七 然后 那不是你 就是 就这么高 肯定不是四零的脚 就是在场上跑的时候 偶尔还会看见 就是有点透 然后就经常穿这种 然后我要说 重点是他鞋 就是他那个时候 一强的AJ 然后 AJ是啥意思 等一下 你跟他说一下 Air Jordan 就是空气乔丹 对吧 他是空气乔丹 对 是 这我们还没说外号 我们叫A主意 好吧 对 所以他就是一种鞋的品牌 对 叫空气乔丹 我也不太 以前不是有什么乔丹 八乔丹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玩意 对 以前我们就叫乔九乔十 是这个东西吧 后来只不过改个名字 就像有一段时间 我们小时候一直叫耐克 突然有一天 大家叫Nike 真的是突然有一天 所有人感觉Nike 我什么时候 Nike 你感觉是被伤害过 这件事 对 我是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不太懂球鞋 我也不太搞 但我就 后来才意识到 真的那种喜欢球鞋的人 他真的对那个球鞋的热爱 是克制不住的 而且会延伸到你的身上了 我就有一天 有一次我到上大学的时候 晚上回家 路上碰到了几个黑人哥们 当时已经很晚了 我刚刚到美国 就我很害 我有点害怕的 他们那几个人 就是大半夜在路上 你想吧 他肯定也不是在这工作 还是啥 就是在那 就是han out 在那聊天 穿的都很 很街头 很吓人的 那哥们本来对我 就是在 就像是他调侃 然后调戏 几个人这样 鞋带来看我 但当时我脚上穿了一双 新买的白色的AJ 但我不懂 我就是在那个 带客随便 我觉得在这些地方 我就买了 当底人看到之后 瞬间就表情就变了 说就开始夸我 说man 牛屁那种 对 他说你的鞋 就是nice shoes 然后就整个 整个就感觉 劝出我根本是一般人 就开始跟我 然后说你脱下来吧 对 打黑喊四零的 对 还给你 我当时骑着自行车去的 然后打完 后来就走路回家 很开心 四零他妈是有点生性 有一种认同感 有一种认同感 对 刚才后边有个 后边的歌几首 来 这个就是也说一下 刚才毛东说 那个双毛 就是那双排裤子 那个那个 就这个 就这裤子怎么流行起来的 这是应该是我们 当年上学那个年代 流行起来的 有一年全明星赛 当时乔丹还在呢 他跟便是哈拉威 他们俩住在厦门 当时介绍出厂的时候 然后哈拉威 他就上场了 然后他上场的时候 正好他穿的是 那个双排裤子 然后敲单的后边 就把他裤子给扯开了 扯开了 然后他就露出里头 那大裤衩 我们当时上学 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 就突然有一阵 就大家都流行这个裤子了 然后也都是像 像毛书记一样 就喜欢 就是耍个帅 一种就把 他就把裤子给扯开了 但是这个有个啥问题呢 就经常 因为你这个扣 总扯总扯的话 他经常是 他不该开的时候 他就开了 就我们搭大球的时候 突然就看一小巴 他的裤子就 就开了 整个裤子就掉下了 关键是里边 没有大口茶 对 里面没有大口茶 哎呀 正在国旗下演讲 突然 哎呦喂 这就非常诡异 明白 真的 你们俩有没有小时候 那种特别向往的衣服 行头什么之类的 我就喜欢飞猪球的衣服 那个时候 大概什么样子 就初中 我不知道就初中 还玩KQ 我上初中的时候 02到05年 我上初中 那个时候 你想吧 看的是安妮宝贝 萌芽 郭敬明 网上是QQ空间 玩的是金月团 什么金舞团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这种发型 然后红色 然后后面就这种 太帅了 只能露一只眼睛的 对 我当时就太想只露一只眼睛了 我就 我觉得太帅了 你把那个 之前买了个头套 鞋着戴 那个时候 我觉得他们穿那些衣服 就我在我那个时候 你说小镇青年 我那个时候 其实我在郑州 虽然是神卫城市 实话说 也是一个 就是五六线城市 审美极其 我的审美极其有限 我就觉得那个 非主流这帮人 那个发型 那个衣服 就是酷的代表 就是潮的代表 那段时间 我去郑州 我们有个叫 光彩服装市场 就基本上卖的都是 不光彩的衣服 对 都是 就是相当于北京动物园 就是都是假货 那个时候我就 我也不是那种人 但我就想买那些东西 买一些假的 什么韩版的 套头衫 然后黑不合不的 什么那种衣服 很蠢 我突然想到 我就特别喜欢那种 奇怪的衣服 比如说 有一阵流行过 正反都能穿的衣服 它正反是两种 不同的颜色 特别奇怪 对 还有那个里边 有内胆的衣服 还有一种衣服 我那个力朗 就是有内胆的 是吧 浑身是胆 还有一种衣服 是它兜特别多 就它到处都 里边也是兜 外边是兜 后边是兜 这种兜 我就喜欢穿 就是感觉像一个机器猫一样 就是什么 机器猫就一个 对 就是就什么都有 你问我要什么 你说你这 小十牛剪刀 等会 我跟你 对 就是感觉 就出门装很多东西 我又觉得 万一我要用 比如说铅笔 装根铅笔 万一我要写字 装个本子 然后整个衣服 就鼓鼓当当的 就像记者那种衣服一样 就觉得就是 万事 万事屋的那种 兜兜感觉 我那时候也挺喜欢 穿兜兜的衣服 就是你在安排 把什么东西放在 哪个兜里的时候 是有一种掌控感的 你知道吗 你感觉你就是一个 行走的一个万能机器人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就是你们小时候会 我觉得应该就是小时候 我会很认真地考虑 会把钥匙放在哪个兜里 然后什么放在哪个兜里 就是他放在哪个兜里 是非常好讲究的 我自己会找一些 非常无聊的理由 但我把它安排好 兜兜兜的时候 我就会想 这个地方我要放什么 那个地方我要放什么 然后全部都安排好之后 我说哇 今天就会成功了 太充实了 对 这个兜里放语文课本 兜里放数学 只有你那个size的 可以放语文课本 不不不 以前我有个衣服 能够放下A4大小 那个英语课本 可以塞到那个衣服里边 我也有 我那个裤子可以 就那种说工装裤 可以的 我之前出门 是有时候会带书的 我小时候出去玩 骑个那个好孩子童车 有时候出去逛 好孩子童车 好孩子童你没听过吗 goode kid 非得跟你说英格类似 你在弄的 跟L Jordan是一回事吗 然后我 GK GK 出门想带书 我那时候就把书塞裤裆里 就是塞到裤腰里面 然后拿踢水盖上 然后走到什么地方 我当时踢球 跟同学踢球 我感觉是要防暗器 没有踢球下来之后 轮换另外一半上去 我就把裤裤里掏出来一本书 哈利波特就看看 哈利波特味太大了 没有就是裤腰里 裤腰里 这边一直有举手的 然后我们往那边递一下 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 就是只能穿校服 我们学校也是只能穿校服 然后中学的时候是寒流 那个时候 就是哈韩的时候 都是要穿 就是那种特别阔腿的裤子 然后当特别低的那种裤子 但是大家都只有校服 所以大家就把校服 定特别大的码 到高中的时候 后来又流行了一段时间 就是那个立领 就是电视剧里面什么的 所有人都要穿立领 就是刨罗山把领子立起来 那不就奋斗吗 佟大为那个 对对对 是 哎呀 刨罗山不就应该是立立着的吗 不是吗 我听说 这一点你特别像一个CEO 不知道为啥 刨罗山不应该是立着的吗 我听说 要谁应该别在腰上 都是 对 联系人应该打BB机 真的 手机一定要有个皮套 像翻书一样 应该带个出功品 手机出击伤不通 我是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们流行挂空档 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人家不懂 你解释一下 挂空档 就是不穿内裤 对 然后上厕所容易被夹到 就你认为说 我都不好意思分享 本来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他们说分享 就穿衣服的这种糗事 我就是当天开会 当天我还被夹到了 而且我也没有挂空档 穿着内裤的 就 那就没必要分享这件事 所以说 我的意思就是 男生就是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我说被夹到是上初中 不是左耳 你们俩觉得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起传达这件事来的 我觉得毛泽东老师想一想 这个没问题 说吧 你假不假是想啥呢 你注意过吗 我什么时候开始注意 明年吧 明年开始注意 我感觉我是初中 因为初中你就开始喜欢小姑娘了 你就开始想要在小姑娘面前穿得好看一点 那个时候我实话是说 我那个时候为了穿得好看 我的解决方案很简单 就是去真威斯 就是我就觉得初中生去真威斯 初中生能穿真威斯 那个时候就觉得你 就是 对就是 倚纯我还晚一点 就是班尼路那个时候比真威斯还要稍微再贵一点点 还有个叫佐丹奴嘛 你们记得吗 对 我觉得佐丹奴真威斯 什么高领毛衣一穿 然后什么衬衫一穿 就是还挺像那回事 对 然后史老板你真的没有注意过你从什么时候 你有过注意传达的时期吗 真正有就是今年七八月份吧 就是我花我花六千块钱 我花八千块钱买衣服那次 你有钱花八千块钱买衣服 你买什么衣服 我那天就就说不行我要我要改变 然后我就感觉突然想通了 人总是在不断的就是自我打开和与世界和解之中成长 什么你花八千块钱买衣服找到这么高下的理由 对对对 也是也是也是有钱了 然后也是那个 那天我说就是跟一朋友说来走 咱们去消费带我去买衣服 我先去的优衣库就是我还是知道我自己在 在优衣库买了八千块钱 对不不不听我说 我我还是知道我自己的这个审美的品位和底线在哪 就说我高不高我高也高不到哪去 所以干脆还是挑最入门的 然后挑好看一点的就来优衣库大概买了一千多两千的衣服 就买很多了优衣库在那可以就人都没见过两千块钱 没见过没见过两块钱啥样 一招两千块钱的职业对没有就是买了很多了 出门我好死不死我们说再转一转 然后前面有一个我从来不会踏进去的那种潮流品牌的店 维多利亚的秘密 对我看看里边有没有 买了个胸罩六千 这现在我给你们看一看 对这是哎呀这个扎的 我以前从来不敢进 我害怕就那种见你店你一进去以后 比如你上二楼就突然有人就感觉有一人就有人拿对讲机 说有人上二楼了 真的会有他们会有对讲 然后你趴到二楼 然后趴有一个人来 你再到一楼 然后二楼人给一楼说 哎呦结账了结账了 然后一楼人就感觉 然后他们就像一个谍报组织一样 然后就来了以后先分析你 分析完以后过来说 说能帮你吗 我能帮你吗 有什么能帮你呢 我说我没工作是吧 对吧 他们老是问奇怪的问题 我能帮你吗 你不能 没有我就看看 我特别害怕人旁边就我在这转着 然后他旁边有一个人贴身 然后就盯着你 那时候我就一点兴致都没有了 然后就害怕 那天我就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我说哥们也进去看一看 我就去了 我去了以后 我就看上一件衣服 我第一个念头 这件衣服挺好 第二个念头就是看价钱 一看这件衣服是一件2000块钱的衣服 我第三个念头是什么 说老子的品位真好 对吧 就是说一看 那我喜欢的就是贵的 我真的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我又挑了一件 我说这个再看看吧 就是那个外套 一看4000块钱 品位真好 品位真好 我穿上是 哎呀 我觉得是真好看 我真觉得好看 买了吗 最后 买了 不是 就是那个叫什么 南京 是吧 你们谁知道这个牌 给我讲讲 这有专业的 这穿的 来个话筒 这个Avisun 它是一个日本的超牌 但是它最开始呢 其实是抄袭李维斯的 就是 它是名字有点像 一个叫李维斯 像日本人发布有音 其实是那个李维斯 是最先出的 大家知道李维斯的那个logo 长什么样吧 它那个Avisun 就是那个李维斯的一个变形 其实当时日本呢 就是为了 你买了一件日本康帅副 你买了一件日本康帅副 哥们 哥们让你来 给你飘 那哥们不是李淡吗 最开始啊 它真的就是一个山寨版的李维斯 但是后来呢 他在日本就不停地演画演画 然后他会用那个 那个那个颜料去做画 然后有那种非常夸的 那个福神的那个标志 开始印在身上之后 他慢慢慢慢地进阶成一个潮牌了 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 后边 一个刺绣来 是在2000年前后 非常的火 那个时候还是 哈伦裤 就是所谓的那个吊当那个裤子 当时是陈冠希 包括Nego这种人 他在戴 这种裤子呢 重点是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火 对 然后现在呢 是2020年 买了一个20年前 那是康帅副 哇 就是虽然说 时尚是一个轮回吧 但是 他再怎么回这个 这个福神现在也是个精神小伙 好 我们下一话题 我们反正 我们反正那个话筒在 在观众的手上 你们有没有意识到 就是从什么时间 你们开始注意传达的 然后怎么怎么开始传达 这个太太太讨厌了 这俩人 这俩太讨厌了 他们俩就像什么呢 爸爸好不容易攒钱 给孩子买了个玩具 然后隔边过来 你这都过时了 你去 你死了 你爸给你买这个 我们都不玩这个了 对 我想再补一个刀 我喜欢你这种精神 就是福神 它是一个标价 跟实际的价格 相差非常多的一个平台 比如说他标了2000块钱 也许你在淘宝上翻一翻 可能花个五六百块钱 就能解决的东西 今天可能是 十老板第一次在协调 当场泪洒当场 我跟你说 没事 我们以后好好演出 还不行吗 我们给你转回来 那个是2000的 4000的你穿过吗 4000穿出来过吗 咱们就聊别的吧 甭往下聊了 甭往下聊 一会有人说这翻一翻 淘宝上50块钱就能玩 我们有人想后边 注意的时候还是像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特别都穿白衬衫 平常只能穿那种运动服 就看着特别土 但是比如有一些活动的时候 学校也会发你一个那种白衬衫的衣服穿 然后我就会平常时候也穿白衬衫 因为理论上来讲他也是校服 所以你也可以穿 然后但是那个衣服就是漏肉 就特别能显里面 然后我 特别透是吧 对特别透 上初中的时候其实意识不到这一点 他觉得自己特别帅 然后他把顶子立起来 然后到处去 就接女生的那个肩带 对 对对对 我也老干的是 什么东西 就是你那个时候你在上课 你们坐前后排 有时候女生会穿一种 我到最后也不知道 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个作用 还是只是装饰 在脖子后面会系一个的 我就老是忍不住 我就去 哎呦 你把人家道给解了 但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实际性的后果 就是他的东西 他从来没有掉过 我感觉 不是这样解的 就是 不是一个东西 哎呦 真恶劣 太像人 转移伤痛 猫东你还是人吗 你 是是是 他说这个对 我好像就是注意 注意穿衣服这件事 也是也是这些年开始特别注意的吧 不知道为啥 然后会有一些 其实小的时候 我妈就会因为胖 就会跟我说很多穿衣服的规则 比如说不能穿横条的 就是后来 其实我想明白了 就是大家开始不太注意横条 竖条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是因为不在乎自己显不显胖了 就是我宽点怎么了 对 就是人人自信起来了 就就会好很多 没有一个 就是对对对 我感觉是鼓励我活下去的意思 上架子 因为心智成熟的人已经开始觉得不应该去评判别人的这个体型 或者穿着我是吧 心智成熟人不会这样做 所以 你对那边说 对 我们俩对你没意见 你知道吗 因为说到 我就是我突然想到了 就是如果你发现有人跟你穿的衣服 风格 甚至就是款式本身 雷同的话 对你们会造成困扰吗 就如果撞上 不一定今天撞了 对你们会有这种困扰吗 我觉得这女孩可能会多一些 我是一名职业的形象管理师 管理管理 然后我想说就是这位老师 史老板 史老板的整体搭配 颜色上 史老板 谁不认识你 没关系 我是新观众 你要原谅我 对对对 是我们不够努力 没关系 然后 我刚要夸你 你就把帽子戴上 把你衣服戴上 帽子戴上 然后 就是整体的搭配的配色用的非常好 从上衣 然后到裤子到鞋的整个的配色 它是有一个呼应的关系在里面 所以 心情好一点 活了 活了 它具体是怎么呼应的呢 它的颜色 呼应的就是整体人看起来很和谐 然后它的肤色是白里透着红的一种 对 很通透的皮肤 这样的人 他特别适合穿浅颜色 你也可以尝试穿一些亮的颜色 会让你显得更加年轻 比如说像我们那种有点像孔雀蓝 然后那种 然后呢 你也适合穿那种柠檬黄的颜色 就是带一点动感的感觉 很活跃的感觉 动感的感觉 记住了 孔雀黄 柠檬蓝 孔雀 柠檬蓝 柠檬蓝就别吃了 叫明亮色调 有没有这个演员的 或者说他肤色跟我比较接近 我直接看他怎么搭 我就跟着他搭就行了 我觉得你的 因为钱不是问题 钱不是 无所谓 淘宝上发一番总能找到便宜 我觉得很少有明星的肤色 能达到你这么健康 所以我们在说 在做形象管理的时候 这个人的 他整个的肤色 适合什么样的色调 他一定是要当面去测的 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有点 脸有点红嘛 是不是 是不是不适合穿红的 就是那个红跟这个红感觉就 就是 这个在专业领域里面叫做 你适合冷色还是暖色调 但是说如果你的脸 它会经常透出一些红韵来 说明你的肌底皮肤是非常薄的 那你就不适合穿一些 所以我太羞了 对 所以像后面这个 这个九红色的衬布 跟你的脸来比 就会嫌你的脸 这个红色更加深 那就是说我们把衬布换了 然后我想说就是 浅色很适合你 没有你穿的没有问题 然后你的五官 整个的脑部的比例 其实你比较适合穿帽衫 会嫌你整个的头部比例会小一点 然后我在这里说 并不是因为他头大 他头并不大 只是说他的整个的脑型 更加适合帽衫 对 他这话我今天晚上 不再花个六千 我跟你说 睡不着笑 陪购可以找我 留会计 把公司账户给我看一下 这也端这碗饭是有原因的 我跟你说 可以可以 因为我会 就是职业病 会看到所有的 我每天的研究工作 就是会去 根据这个人的整体形象 和他的社会属性 他是什么职业 什么行业 来去为他打造专业的形象 当然 真好 真好 哎呀 那毛东呢 不用 我此刻就感觉非常好 因为他刚刚说他这套衣服是Zara的 我就会 嗯 对 就是就是Zara 我不知道Zara吧 丢衣裤啥的 我就这个交配水平了 我没法 因为你在国外流过学 你肯定审美上会更好一点 没有没有 不用这么敷衍 没关系 我该夸你都夸过了 咱们就这么愉快的 因为你是制作男士服装的嘛 你肯定会在服装上有一些了解 比如说版型 扩型 它哪些是显瘦的 哪些会突出我的优势的 你肯定是知道的 就是 优势就是绿 你穿什么衣服 其实是其次的 最主要的是你整个的体态 哦 是 对 就是体态 对 很重要 很重要 对 很重要 所以 然后 毛洞你这扭的都快从 I agree 毛洞扭的都快从凳子上掉下来了 小心点 我感觉上等人发完言之后 我就不太敢说话了 就赶紧 后半场就感觉 我刚才脑子一直在 在强行记忆什么 孔雀兰和柠檬黄 人家拿着话筒 我没有录音呢 可以可以太好了 因为说实话 我们每天穿搭的目的 你是有一个动机的 就你的动机是什么 那它细分出来就是场合着装 就你每天要去什么样的场合 我是上班也好 然后我是去约会也好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场合在 那场合会着装 比如说我今儿要去跟男朋友约会 那好 那你要先想到这个画面感 我是想要去喝茶 喝咖啡还是看电影 这要具体到形象化 好 OK 我去喝茶 那喝茶这个店面 它是什么法式的 还是日式的 还是中式的 你要再去划到这个画面感 喝东方树叶 但是这个就是你要对自己要 如果你去星巴克 也会有一套其他的衣服来去穿搭 去星巴克掉一套星巴克服 我还要当天 星巴克你会把星巴克的工装穿上 如果你想要真的很讲究服装搭配 你是要讲究场合的 这时候你就看到一个播客 是多么的好 刚才说这些完全都可以看不见 真好 那我们下一趴聊一下买衣服 好 换一趴 对 我不知道大家偷视 我刚才好像听好多人 都是去商场买衣服 是吗 还是网购多的 还是网购多一些 网购多的 因为网购对于我来说 就是救命稻草 为啥呢 因为你知道就在一个城市里边 找到一个大马男装有多难 你在淘宝上 你只需要搜大马男装就可以了 这是救命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很不满意 现在抖音经常给我推大马男装 我没有搜 对 你可能是经常用你的摄像头照自己 可能手机有点看不下去了 你刚举手了吗 你是网购多吗 不好意思 我是看花筒在这 我有一个迷思 一直挥之不去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我挂空档那个事情 就是因为我听一个男生说 秋裤跟内裤是互赤的 我就非常非常想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那就是个人喜欢 就是穿秋裤还能不能穿内裤 穿内裤还能不能穿秋裤 肯定可以啊 肯定可以啊 对 是吧 我知道他的困惑了 但是聊这个又会突破底线 你突破 你突破 你可以把话筒放下来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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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一下 就是我觉得他的困惑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对 就是你怎么掏的问题 如果你的秋裤和内裤都是往下扒 那秋裤上面那个孔就失去了它的作用 都有口啊 有的秋裤没有孔 有的内裤没有孔 内裤很多 四角内裤很多没有孔 对不对 没有孔吧 孔进窟窿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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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窿 我说一年怎么老尿裤 四脚内裤是没有孔的 所以你把它吞下来 只能一种方法 当你先把它吞下来以后 又想利用到你秋裤的这个洞 就没有必要应利用了 对 你就秋裤的那个孔 就失去他的作用 就失去吧 所以他就 他说的这个观点就是对的 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是互斥的 就你你要尊重秋裤 你就得放弃内裤 对吧 你要尊重秋裤的那个孔 对 你得放弃内裤 对 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意思 坐马桶上撒尿多好 是吧 对 所以这能播吗 虽然我觉得他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这么说也可以 就是这个意思吧 咱还是买 咱还是聊买衣服好吧 没有 你们非要听我说这个 你说在线下买衣服 我以前我是没办法在线下买衣服 但是有一个地方是我的天堂 就是违货市场 但在那种地方买衣服 就基本没什么尊严 你知道吧 就是你比如说他一个店 就论金腰的感觉了 也不一定论金腰 但是也有贵的也有便宜的 你比如说卖牛仔裤的 就是你到哪以后 你说来挑牛仔裤 然后他哗把脸一打开 你发现这个店呢 就是进不去 你得爬进去 你知道吧 就牛仔裤的山 然后你从里边找吧 你就从里边挑吧 都没有说是一个户 一架这样排 没有 没有 就是全堆的 对 可能店里边有个角度 你挑出一架来 你说你说我想 我想试一下 然后你看那个店主 拿那块布来 然后你站在墙角 把那个布往你腰这一栏 换吧 我感觉他做变魔术 那是吧 拿一块布 一看没有吧 换好了 我大师傅都崩溃了 我说你这是 看着见是看不见 要不你直接把我眼睛 这也行 我不知道别人看见我了 对就特别没有尊严 然后还 但是确实能讨到 特别有意思的衣服 只能说有意思了 你们有人 有人从微商那买衣服 就是 因为我从 我前两天 我有一个 我在微商买这双 假鞋 然后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有些朋友 看过我演出 我就有讲个段子 关于假 但是这个是真实 就是我对于买假货 买假鞋的 真实的一个经验 就是你不要买那种 太离谱的 当时我刷的那个 他朋友圈 他朋友圈全是鞋 我不懂鞋 我就选了一个 长得还挺好看的 一个耐克 我就买了 我当时直接问了 我说这多少钱 他说五百五还是六百五 我说我拿一双 我也没了假 我也不会还让他送过来了 我穿着挺好看的 然后有一次在宁波演专场 演完之后 观众就在 我们当时还有个群的问我 他说你那双鞋是假的吗 我就想你凭啥 我就不衬穿耐克鞋吗 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截图 那双鞋原价三万六 你知道就是你五百块钱 买个两千块的鞋是OK的 大家觉得 你OK 你按一半鞋 没确实你知道吧 三万六就确实 对 关键是看到你这双鞋 又看了看自己的票价 就不可能 对 不可能 就下次我再买 我就先看看原价多少 差太远就不买 但是你要是 你要是按这个票价 你得演十年 我给你们 叫耐克的Mars Yard Mars Yard的火星 我不知道你们可以说 挺好看的 五百五 你们谁要把微商推给你 对 关键是要上台 就会被人放大看 就会被人拿 但其实我无所谓了 我不是特别 对 当个演员对于穷恋的事情 咱们是特别免疫了 对 是的 然后我们还有 就是我以前有那种朋友 就是他以前都是在网上买衣服 然后 后来收入提上来了以后 就想去线下买衣服 因为到冬天了 想买件大衣 然后他就是对那些牌子 刚才你们说什么Zera 什么之类的 完全没有概念 但是到商场 就是一家店一家店 看到一件大衣 那就是拿起来把卡给人家 人家一刷 人家把那个 把那个 那个 就书密码的那个机器 拿过来看 四万 然后他点了密码 就直接买了 就是他的尊严 不允许他说不买 我 我有一个一样了 前两天 前段时间我去深圳还是哪演出的时候 我逛商场 然后有一个CK的店 然后因为之前我上学的时候 在那边CK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可能50美金 一盒四五条 或者之类的 然后当时我当时就想我逛街 我想现在好歹你说也有工作了 演出这么久 买上内裤的钱应该还是有的 我说 别惊住我看 对 不至于挂空的 然后我当时过去之后 当时还跟朋友一块 我当时就说 我CK 我说之前我都穿CK 内裤 内裤不够买两条 我想当上朋友的面买两条 高端内裤 问了半天了 我说这多少钱 我说这个挺好看 这多少钱多少钱 他说420 我的420完全超出我的 420 720我忘了 我当时觉得420 可能你要买四条 我OK 就一条 然后我就当时想了半天 怎么说 因为本来我跟他说 多拿几条 我来想了半天 我说这个颜色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确定 先拿一条试试吧 就试试 420买了条内裤 最贵的内裤 太贵了 就当时我真的是 就不想买 也恨不得把那内裤穿外边 这个内裤买回来 一个多月了 我没舍得拆开 就在那放着呢 我想让你再钱余上卖了 算了 你要做这种生意了 真的 我都拆都没拆开 我就不舍得穿 不你应该拆开才能卖 你穿一下再卖 可能贵一点 单口演员 毛东的内裤 这个领域你懂 咱俩平时都在搜什么 奇怪 但是你知道 你那个故事里边 是你知道那是CK 就我那个朋友 他不认识阿玛尼 那个牌子 对 他不知道那个店 那一串英文是什么 但我觉得阿玛尼还好 阿玛尼 就是你那种大衣 你可以穿10年 没问题的 比较经典款 那种衣服是没问题的 我有件大衣 我真的穿了10年 对 我前两天刚把它扔掉 就是实在 我觉得想换点衣服 我每一件衣服 在我扔之前 我会给他拍一张照片 对 我想说 其实对于我来说 比如说 你让我去什么商场 或者三里村 就看见那些店名 我是完全不知道 哪个应该是一个 什么价位的东西 我是不知道的 进去有什么IT 这是给程序员的吗 这是还是 是吧 还是写 什么速写 这是卖话剧的吗 还是这么回事 都完全不知道 我知道Zera 是从于事的段子里知道的 Z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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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没有在线下买过衣服 对不起 我只知道天通院美货市场 各位老师 买衣服有没有什么独特的渠道 或者是想分享的东西 跟购买衣服相关的有趣经历 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 这边 就是我真的不怎么在网上买衣服 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 我买衣服的地方 买衣服买鞋子的地方 都就是日本 我很喜欢去日本买衣服买鞋子 你们一定要体验一次在 我们 我们不是不想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买衣服不是网上买 还是现在是 是我去哪个国家买 比较好 周末去哪个国家买衣服呢 你以为我们是因为不喜欢吗 不是不是不是 真的 你们一定要体验一次在日本买鞋子 不不不 你听人家讲完 我我可以听 我可以听 日本 日本 就是我 我跟你们说 你们在日本买鞋子 真的无论说你的鞋是很贵的鞋 或者说是就一般的鞋 就像我曾经买过一次 就是宽威 特别便宜 那个鞋 而且还是活动的时候 才300多块钱和人民币 然后但是那个服务员 是跪下来帮我穿鞋的 就真的是他们的那个服务的态度 会让你真的觉得 我真的是上帝 但你不会觉得这像孩子当上那种过渡服务 让你不干 不会完全不会 你是不是喜欢别人跪在你的脚前 你克制一下你自己那个 不是 老板 史老板那句主人已经呼之欲出了 我觉得他很奇怪 我们好好赚钱 用正常的方式赚钱 我们不用这种方式 好吧 我说完了 特别好 哥们你不是举手了吗 你就说呗 刚你不是举手了吗 那我先说吧 你说 那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史老板你忘了一件事吗 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之前你在一言不合理 分享过一个你的自己的经历 就是当年你好像是在哪个APP上吗 就是在哪个APP上 你当时订阅了一个什么衣服 是吧 一个软件 就是每个月定期给你系衣服 就根据季度 他是一个季度给我系一个盒子 不是一二三 一二三是女士的 跟那个一二三类似 男生的那个叫锤衣 就锤下来那个叫锤衣 那你后来为什么不用了呢 太贵了 去日本就可以 咱们现在财务 就是这个曲线这么大吗 我觉得不样子财务状况 就你很难摸清他的状况 他也是给我配个服装搭配师 我觉得没这位女士说的好 那废话 对 他咋给你配的 来自河南南洋的张先生 是老板 我给你说你这个衣服不要这么丑 你下手是喝咖啡是喝茶 你要吃这个行马克 你吃这个拉面和回面 那可本一样啊 他不给你解释 他就告诉你谁是谁是你的专属服装搭配师 然后他就搭好了一套 啪给你寄过来一个盒子 对就那样 很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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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算了 我就不要了 好 好 差不多了 酷 对 那我们今天聊这么多穿衣服的 我最后也不要升华了 就给大家一个祝愿 祝愿大家早日都有人跪着给你们穿鞋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这一期就落到这了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协星聊天会 这应该是我们过年前的最后一期了 下周一我们会更新一期付费内容 聊一聊我们身边的网约车司机朋友们 看一看在他们眼中 作为乘客的我们是怎样的存在 如果你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和微博 协星聊天会 我们会在下周一发布我们的节目 以及告诉大家如何购买 欢迎各位多多支持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天友群 跟听众聊聊天 欢迎搜索XXRTH2021 也就是协星聊天会的首字母 加上2021 XXRTH2021 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它会在一个工作日左右 将你拉入群聊 那么各位听众 感谢过去一年对我们协聊会的支持 提前祝您春节快乐 感谢过去一年对我们的牧场 感谢过来的 感谢过去一年对我们的小时候 感谢过来的 感谢过来的